翠花从外面晨练回来,到家时已经快八点了,一进门就听老公张树林说,你等一下出去买点菜。 刚才你爸妈打电话来,说今天中午过来看你,十一点钟会到汽车站。 翠花一听自己父母要来,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,立刻忙上忙下,把屋里打扫得干干净净,然后急匆匆出门买菜去了。 十点半左右,翠花买完菜回来,张树林连忙到厨房帮忙洗菜,一看鸡鸭鱼肉是样样俱全。 不禁笑道,怎么买了这么多菜呀?翠花却有点不高兴了说道,你是不是嫌我买多了? 爸妈从小把我拉扯大,省吃俭用,有好吃的都是先留给我,我的爸妈就是你的爸妈。 现在不报答他们,还等什么时候报答?张树林连忙点头笑道,是。 过了一会儿,翠花看了看表说道,十点半了,你快去汽车站接我爸妈去。 张树林为难地说道,汽车站不是,有到我们这的公交车吗?下了汽车站就有啊。 很方便的,我已经告诉他们,怎么坐车了。 不料翠花听后,火冒三丈,说道,虽然这趟公交车很方便,可我爸妈,好不容易从乡下来一趟。 年纪也大了,你居然忍惊让他们挤公交车。 想我小时候好几次,爸妈都顶着风雨来学校,给我送伞。 翠花说着,眼泪就要掉下来。 张树林看妻子真的生气了,只好出去接岳父岳母,一边走一边笑着说,老婆别生气,我逗你玩的。 张树林走后,翠花也开始做起菜来,就等着爸妈来。 十一点半的时候,菜已经差不多做好了,摆了满满一小桌子,香气弥漫。 就在这时候,门铃叮咚的一声响了。 翠花知道是老公,接自己爸妈来了,立刻欢喜地去开门。 就在打开门的那一刹那,翠花正住了,好一会儿而才笑道, 爸、妈,你们怎么来了?快,快进来。 原来,来的不是翠花的爸妈,而是翠花的公公婆婆。 公公婆婆满酷腿的珊妮,看来士奇早赶来,被露水打湿。 手里提了一个大袋子,翠花热情地招呼着公公婆婆。 但明显可以看出,她那份喜悦的情绪已大不如前。 对于老公的小伎俩,翠花只好心照不宣。 老人家住不惯城里,吃了饭就待不住。 说要走,两口子留不住,就把他们送到了汽车站。 回来的路上,翠花终于忍不住问了。 看上去非常气愤,你不是说是我的爸妈,要来吗? 你耍我是吗? 张树林笑道,老婆,对不起啊。 如果我不这样说,你还能买这么多菜吗? 你还会让,我亲自去接他们吗? 他们是我的父母,小时候也成把好的,都让给我吃。 也曾冒着风雨,到学校给我送伞。 你和我说过,你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。 那我的爸妈,也应该是你的爸妈。 翠花默默无言,原来就在两个月前。 公公婆婆婆也来过城里一次。 翠花说城里菜贵。 反正乡下人习惯了粗茶淡饭,就没买什么菜。 当张树林提出,要去汽车站接爸妈时。 翠花又以最近汽油涨价为由,让他们自己挤公交车。 两人说着说着就到家了。 张树林笑道,你猜我爸妈,给你带什么来了? 说着。 提过蛇皮带子又道,记得上次我爸妈来的时候。 听你说喜欢吃枣子。 我乡下老家,刚好种了两棵枣树。 今日天还没亮。 我爸妈特意在树上,挑了一批枣树的给你送过来。 虽然是普普通通的枣子。 此刻的翠花,想着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。 不禁又是后悔又是感动。 但还有一件让她更后悔的事情,是她老公不知道的。 下个月,叫你爸妈还来。 我也有东西要送给他们。 翠花突然说道。 什么东西? 张树林好奇地问。 等下次你爸妈来了。 你自然知道。 翠花脚下地笑道。 原来。 翠花以为这次,是自己的爸妈要来。 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大红包。 但当她看到,是公公婆婆时。 那个红包一直不舍地送出去。 这个红包,就是翠花下次,要送给公公婆婆的东西。 你看这是什么。 张树林突然从口袋里,抽出一个大红包。 摇了摇笑道。 我爸妈刚把油菜子卖了。 这钱说先给我们还房贷呢。 翠花接过红包。 一摸。 薄薄的并没有多少。 但此刻。 她已经潸然泪下。 其实不管是岳父岳母。 还是公公婆婆。 你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。 我的爸妈也是你的爸妈。 不管你的身份,是丈夫还是妻子。 都应该一视同人去,孝敬他们哦。 。 和这种打算是什么。 这种打算是什么。 我还是要去拿下来。 我还带下来。